有一名的登山客下午也报案 他说位在五分山登山步道 他发现了飞机的残骸 而上午四点左右 基隆市的消防局 现场人员也回报了 在五分山登山践行步道 他们发现了100公尺长的滑坡 以及飞机残骸 而且还有看到战机的阻力伞 另外也发现了烧焦的背章 现在正在全力搜寻飞官吴彦廷 华林这架F16战机传出 坠落基隆山区 有民众就在附近真的听到了 中断式的喷射影 我都听到那个声音 是间断式的声音 第一次听到的声音是持续性的 那么大概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左右 又听到的一场的声音 是间断式的声音 并不是持续性的声音 而是说它是间断式的 我说飞机怎么可能是间断式的声音 我是觉得很奇怪 但是天空中完全看不到的飞机 好像有人听到声音 也有人看到了疑似是残骸的东西 甚至连备章都出现了 那么到底现场这些情情如何呢 赶快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王运竹 好 准备观众 支援汉光演习没想到在今天下午 F16的战机居然惊传坠机意外 您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后方 陆陆续续不断有非常大量的车辆 正在往内开 其中包括这户车 消防车也有国军的车辆 这里的往上的路线 其实就是来通往五分山的雷达站的位置 而这上头也就是疑似F16 在坠机的时候的撞击点 而目前您看到的最新画面 也就是这一块块的飞机残骸 通通都是在这个山头上来找到的 其中是在撞击点的位置 距离百公尺内 都可以发现非常大量的残骸 而事实上这整体的坠机意外 是从今天的下午1点09分起 这台F16它是编号6685 它从1点09分从花莲起飞了 但当时是在1点43分的时候 光点消失 从雷达上消失不见了 因此开始展开搜索 而目前现在的最新进度